大家好 欢迎收看资安大布局 我是第一集主持人 微软Microsoft 365 事业部负责人陈慧荣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 资安界的泰山北斗 永峰资安长李向成 李副总 那这一次呢 我们要特地谈的是 这两三年非常热门的零信任 所谓零信任呢 就是用最高的规格标准 来制定部署我们的资安政策 让我们的资讯安全更高规格 那我们在最近看到 很多的资安事件频传 横跨所有的产业 包括有品业 金融业 政府 医院 所有的产业 几乎很多都遭到波及 每一次的资安事件呢 平均都会造成新台并 一亿以上的损失 甚至有的更多 那所以呢 也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看到零信任这个主题呢 在最近越来越风行 那我们想要请问一下李副总 为什么零信任这个议题在这边 现在越来越风行呢 有什么样特别的大环境的改变 前后的差异 造成我们现在这个 零信任的议题在这边越来越流行 大家好我是李江澄 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微软 跟所谓的微软技术高层 做一些有关资安的talk 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一些有品公司也好 一些医院也好 一些银行也好 没错那这些 这些最近比较出大事的 相关的一些 资安的事件发生 都有一些共同的现象 比如说这些所谓的有品的公司 所谓的金融机构 所谓的包含政府机关 他们都是高度监理 意思说资安应该做的 很强的一些单位 但是照样出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这些单位都是 发生之后 就是意思说 都是别人告知他 你出事他的资料在外面被卖 那这个他的已经开始领钱了 领很多钱才发现 那第三个是这些单位都是比较 敏感的单位 比如说最近 我们政府部门的医疗的主管机关 他的资料外泄 那当然就跟目前我们的疫情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的有品 当然是民生的基础建设 那这个时候出事情 那相对的表示说 我们既然在疫情 我们在稍微扩大的时候 可能 在我们的在居家上班也好 远端上班也好 他的一些所谓的一些 上班地等的电脑 跟网络 跟他使用的play phone 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 那当然这些 我们在以前我们就讲到所谓的 零性认 其实零性认是一个 大概已经 蛮多年的议题 那这一次 今年为什么会被重新拿出来 以前我们在讲零性认是 可能是Trust and Verify But Verify 我们现在其实要改过来 应该是 Verify and Verify 就是说 可能在网络上面 在现实社会一样 你可能面对的是陌生人 你可能对他 不能说你要有 你要可能 不能 不是说对他有敌意 可是你要有戒心 就跟我们现在 其实现在在疫情 事实上我们就在展现 零性认 非常好的一个场域 我们对每个人都要做普赛 那所以真正我们在网络上面 我们要对零性认可能是 你接受到的 不管是设备 不管是网络 不常是平台 尤其在功能上面 你的email 你的上网的网页 你的line的content 你都要可能要注意一些 他有没有内含一些恶意的 我们不是在强调 我们不是对你有敌意 但是你进来 我要Verify 再Verify 大概现在so far 我们是这种概念 所以就是说 我们要真的是 做到普筛的这个原则 从 我们的身份验证 所有的设备的存取 资料的存取 以及工作流程上面 我们都需要做到 零性认最高规格的 控制 那我想 请问一下李副总 你 在过去曾经在警政署 这个富邦 还有现在的永丰任职 你有非常丰富的 政府 以及 民间企业的经验里面 你觉得在执行 这个零性认的部署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一样 接触到刚刚的话题 除了零性认 零性认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所谓的一个环境的 大环境的变化 那主要是我们家ABCD AI的 Big Data 或是Cloud Broadchain等等 那这些科技的 一些应用 这些普及 慢慢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比如说现在 我们大部分都在居家 以前 使用电脑 没有那么平凡 可能两三小时 可是你在家里面 可能就10小时 10小时以上 有些人 不使用电脑 可是你居家 你不使用电脑 自动化 无人化 无现金化 驱使大家网络的方向找 那从以往从这种部门到 到从事金融业 那我觉得在零性认这个领域 其实一直没有变的是 第一个可能是 你的设备 你的设备 你使用的设备 你使用的平台 那就是所谓的一个 验证的问题 那这个验证 不只是使用者的验证 我们讲身份验证 那使用者验证 我的平台的验证 我的网络的验证 所以我们在讲使用方面 可能叫MBA是多重的 所谓的一个身份验证的因子 那我的电脑的验证 我是不是是 白名单的电脑 那网络验证他的IP 是不是符合我的 类似这样 我们要加强我们身份验证 第2个是 所谓的最小使用原则 当这个身份验证进来之后 这个你能够 因为你在远端 你在零性认 你所谓你能access 这些所谓的一个 他能够接触到的 进到我内地部网站后 或是跟我联系好 他能够有什么样的权限 我们要以最小的权限 为原则 那大概这个 大概是一些 明星的一些 我个人认为的一些精神 好所以就是说 刚刚 部长有谈到 就是在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呢 我们现在多了很多的人 需要在不同的地方来 可能来使用公司的系统 跟 电脑的时候 在微软这边 我们的Microsoft 365 里面 就有A9AD 里面的 可以来做身份辨证 那对于所有 这个不同的设备呢 不同 横跨不同的系统 我们就有 这样子的系统 可以来管理Android 管理Windows iOS Mic OS 相关所有的系统 可以来确保 这些设备呢 都能够完整的 安全的来使用 我们的系统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也有 鼓励客户呢 来使用所谓的双重验证 确保呢 如果他们使用 带他们自己的机器 到公司来的时候呢 能够 透过双重验证 能够来更安全来 使用我们的公司的 这个系统 在这个地方 那我想随着这个 整个大环境的 改变 正如 副总讲的 我们未来可能会 越来越来的 更mobilize 更弹性化的 工作的时候 在这样子的 零 信任的 这个架构的 建设呢 更为重要 那我最后想请 副总来 为我们这个 资安长 我们的资业 资业从业人员 还有企业部署的人呢 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 这些 同仁们 OK 以 林信任来讲 跟以这次疫情来讲 我觉得资安 它不是 像刚刚讲的 端点的 有网络的 有platform 它可能不是 所谓的一个 一个 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 它是整个串起来的 所以 我个人认为 云 上云端 是比地端安全的 所以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LS365 其实我们 已经上了 我们上的sofar 是我们可以 把刚刚说的 一些比如身份认证 一些平台问题 一次解决一个Total solution 但是 我们还是要记得 这个网络电脑 这个 Internet 它的 或是我们现在的科技 它不是以 安全为导向开发的 它是以 功能为导向 所以你使用 久了之后 就一定会有漏洞 甚至现在就会有漏洞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 一讲临时差的概念 所以这跟讲临时差的概念 其实很像 临时差概念是 现在根本都 你可能发生了还没有办法 有修补的软体 你可能 你可能现在我们讲防疫 你可能还没有疫苗 所以你要假设 你的 你的电脑 一定是有缺口的 你要怎么样想办法 把这个缺口补起来 那当然把这个缺口补起来可能 你会影响到你的效率 所以这是个balance 所以在前端 你不可能 去装 非常严密的一个所谓的资安软体 这样子会 可能会 影响你的效率 所以我会建议 资安的 不管是资安产 或资安同一同一 你可能要从中后端 我们来做 异常的 行为的分析 查询次数太多的 资药量太大的 对外连线太广 等等类似这样 我在中后端要做一些 但是 但是 很重要的是你可能对所谓的一些 情知就是 在一些 所谓的资安案例 你要去看 别人会 别人发生什么 别的国家也好 或其他会发生什么样事情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特别是 千万不要认为说 我已经有了房租软体 我不会被入侵 我也有了相关的资安房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意思就是说 可能现在所有的 资安不是万全的 资安不是万全 你一定会 一定会 如果你的网络网连线 我讲一定会就是 你可能电脑都会被植入木码 会被入侵 但是你要想办法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把你的木码 把它找出来 意思就是 像我们刚刚谈到前面的案例 这木码不太可能是你进来 可能第二天就产生危害 不是 他要找到目标 所以像前面的银行案 ATM案子 他可能那个 木码已经进来超过 50天60天了 那我看到他要横向移动 从一台PC他要找到能够控制 ATM的 SERVER 那这个找这个标的可能就要 花大概 几十天的时间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在整十天之内 这时间那个木码不是 不是死在那个地方 不是停在那个地方 你就要想办法 把它找出来 所以他在对外连线 或者他在找群 他在横向移动 你就要想办法找出来 所以其实资安是 很一个广向的 那当然又要回到说 我们希望我们偷偷手录取 所以可能我们要找一个 比较值得信任的厂商 一个大厂 能够在所有的面向 前中后台 能够帮我们做一个完整的资安防护 傅从我想请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给 对于有志于想要往 资安长 这个好路上面发展的 朋友一些建议 OK 其实资安这个领域 可能 可能的 敏感度要够 就是你会发现 有什么地方跟人家不一样 当然第二个就是说 你可能要对你的 尤其在资安这个领域 你要对你使用的 所谓的软硬体 你要很熟悉 第三个是你常常去看一些 一些新闻 一些新闻事件 然后Maping到你这边 那第四个我觉得当然就是你可能要跟一些 所谓的一个你信任的 伙伴 这些信任的伙伴包含 这些所谓的平台 这些 供应商 这些产品等等 那我想在资安的这个领域里面 可能吧 我们是 它是属于内部控制的一环 也可能是一个风险控管的一环 我们常常讲说 资安是风险控管的一部分 意思说 它不可能不产生问题 你怎么样能够 降低你的损害 最短时间把它找出来 做所谓的一个 有效的控管 所以其实 在资安领域 我会鼓励很多的资讯长 你可能要 要去 学一些资安 去了解一些资安 因为其实 在整个未来我们在 现在社会 或是你在 存在的这些企业里面 我们几乎所有基敏资料 所有的 所谓的工作 都在电脑 都在电脑上面 那如果你没有一个 安全的控管 其实 在追求的 便利的过程当中 你会suffer很严重 所以其实 可能我个人会认为 资安长可能去当资讯长 会稍微比较容易一点 资讯长你跳到资安长会稍微比较困难一点 这是我看到 因为其实 现在我们 太多的人都在从事 所谓的一个 资讯的产业 但资安产业相对比较少 那 台湾政府也看到 所以其实 现在陆陆续有些大学成立的资安研究所 资安系 政府也希望在我们 开始从国中 国中开始我们叫做 对资安产业做一些开展 当然我们还是要选择 你要去能够判断哪一些产品 比较适合我们企业导入 所以我们常在讲 现在台湾的电话诈骗很严重 所以实在 在 资安里面有一个 所谓的社交工程里面 我们一直在呼吁的是 不要 管来电号码是谁 不要管来信的email是谁 不要管来的icon是谁 不要管那个是谁 那个都很容易被串感 你要看这个内容合不合理 所以我们讲说三G时代 可能是入侵 入侵窃取你的资料 四G时代 可能是控制入侵之后控制你的电脑 五G时代 是你要开始判断这个内容 合不合理 已经不是入不入侵了 是要看这个内容合不合理 你不要管 是谁 在跟你说 就是说 这也是其实是灵性认的概念 我们在 我们现在所谓的 灵性认基础或是我们在远端工作上面 我们现在都是用 很多慢慢的 一些 科技的使用 我们可能都是在BYID 所以很多人是 可能这次 甚至是疫情 很多人回不去了就是 他希望在居家上班 所以 今天的新闻出来了 Twitter 他 让员工 你可以永远不进办公室 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你可能在 居家上班或远端工作 这可能你要考量是 你的电脑的问题 再回到你的平台的问题 再可能回载 尤其是你要 再能跟人家开会 你的视讯问题 所以 我们公司本来 在视讯上面 我们因为这次疫情可能我们 很短的时间我们就要 就要让同学能够居家上班 所以我们很短时间我们就把 这个相关的一些 这些软件 这些设备 这些平台我们就 但是 当然 我们必须承认 他的治安我们没有考虑得很周延 比如说我们的 使用的所谓的视讯软体 所以我们前阵子 那个软体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 发生的很大漏洞 他档案很容易被share出去 他很容易被人家乱入 所以我们改成了 不好意思还是要promote一下 我们改成了 微软的Teams 所以现在Teams的专家在这边 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们微软 Teams 除了我们工作善用之外 你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 所谓的一些 更好的视讯安全的功能 处长 这是我们 下一集要谈的 题目 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主题 暂停一下 我们下一次 再来跟大家 一起来想成这个题目 再次谢谢副总为我们的 资安性观念上面上了一课 那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微软 在资安上面的新发展 Microsoft Security 为资安超前部署